私营油站总是便宜那么一两块 私油和国营的两桶油到底哪里不一样 近几年油价经常是微涨几毛暴跌两分 在去年一度迈入九元时代 很多车主为节省加油成本 纷纷选择价格更为便宜的私油 那私油为啥这么实惠 跟国营的两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到底有啥差别 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营企业旗下的加油站 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进口原油 然后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统一调和生产 质量稳定正见齐全用着放心 这也是大多数人宁愿多花钱 也要选择国营加油站的主要原因 而私油主要是两种 一是民营加油站的油 二是来路不明的黑油 油品参差不齐 一不小心就会被坑 一般来讲 民营加油站的油料大部分来自于 地方炼油厂下属的石油公司 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开办的民营加油站 汽油质量受国家监管 品质不输两桶油 价钱还便宜那么一两块 能加到这种价廉物美的油 算是赚大发了 但也有些明摆着的羊毛 其实很可能是黑油 有些黑油是用好油和裂油勾兑成的调和油 这种还算好的 大部分黑油直接用就轮胎 废塑料 通过裂结法提炼出来 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有害物质 运输不当 还会引发火灾和爆炸事故 更没有正规发票 要想维权比登天还难 这种黑油再便宜 也千万不能加 一升便宜一两块 加满一箱省七十 私营油站的油 为什么这么便宜 不管国内油价如何风云变换 私营油站总能比两桶油便宜那么一两块 便宜自然是有便宜的道理 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运营成本的控制 像两桶油 也就是中石油 中石化这种大型国企 管理严格 海外进口的原油要进行统一调配 炼出的油要先放到油库 然后再配送到各个加油站 私营加油站就简单多了 从地方炼油厂进货 拉货入库后就直接开始销售 主打的就是一个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可省了一大笔油库费和运输费 另外国营加油站选址多在商业中心附近和高速路服务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 规模普遍偏大 租金和人力成本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私营加油站却是大多设立在偏僻地区 配备两三个员工就可以满足日常的运营需求 又可以减少一笔开支 没有国企的规模效应和品牌优势 私营加油站老板只能精打细算 降低各个环节的运营成本 采用薄利多销的销售策略来拉拢更多的客户 有些私营加油站还会提供免费洗车服务和赠送各种小礼品 相比没啥优惠的国营加油站 这真的很难不让人心动 为了进一步压缩成本 部分私营加油站会用92号汽油勾兑95号 然后当作95号汽油进行售卖 这种调和油燃烧效率低 油耗高 长期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偏大 为了省纳三瓜粮枣 反而得不偿失 私油乱象频发 黑油车成了一栋炸弹 私油到底还能不能加 国内油价狂飙 2021年 面包车行驶到一个小区附近 后不着火 烧毁了部分民居 杨某也因此锒铛入狱 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可给私油市场的管理敲响了一个警钟 正规的私营加油站 油价比国营的要便宜一到两块 目前国内的民营加油站约有6万座 占据了加油站市场的半壁江山 即便是接受国家监管 一部分私营加油站也会出现勾兑售卖 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更不用说完全活跃在法外之地的黑油市场 黑油品质低劣 部分黑油含流量超过国家标准100倍 产生的废弃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 长期使用勾兑的劣质黑油 还会导致积碳增多 喷油嘴堵塞 发动机发生故障的几率上升 本来好好的车 在路上走着走着很可能就会突然熄火 彻底罢工 这时候再多花几千块 都补偿不了加黑油造成的损失 如果是改装后的黑油车 行驶在道路上就是移动的定时炸弹 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 遇见贩卖黑油的请积极举报 举报奖励可是高达30万元 看后点赞 好运不断 关注疯鸟 咱们下期再见